今晚就是圣诞夜了 五节乡立幼儿园为了营造圣诞节的气氛 特别准备了吐司、棉花糖等等点心 安排小朋友跟家长现场同乐 而乡长剪松树也扮成了圣诞老人 发放糖果给小朋友 现场是温馨又热闹 五节幼儿园今天举办圣诞节活动 邀请家长跟小朋友运用糖果跟饼干 一起动手做圣诞美食创作 而五节乡长剪松树 特别打扮成圣诞老人发送礼物 让小朋友开心不已 还有活动很多很多宝贴 都可以让小朋友来学习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家庭朋友 可以跟小朋友共同来参加这个活动 亲子的活动跟亲子间的教育是非常重要 也希望这些活动可以让亲子间更融洽 对孩子的人生目标上还有帮助 乡长剪松树表示圣诞节是西洋的重要节日 所以为了拓展国际视野 课程配合教学情境 让幼童可以实际来体验西洋文化 透过有趣的方式达到多元学习 也促进亲子互动 圣诞节是我们西洋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它跟台湾的农丽春节就是我们说的过年是同样的 所以说我们国家公司和我们国家幼童 来办理我们圣诞节的活动 要让小朋友来到国际接轨 让小朋友来了解圣诞节的意义 也让小朋友来了解圣诞节 在西洋国家所办理的活动的形态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活动非常精彩 让我们圣诞老人来发给我们所有的礼物 给我们的小朋友 除了圣诞美食创作以外 武捷幼儿园也安排小朋友制作圣诞节造型帽以及布置 透过不同的延伸课程 让小朋友在圣诞气氛当中快乐学习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